这道菜呀,不光营养丰富,而且QQ弹弹的,特别好吃 首先咱们准备一个呆萌的土豆,还有一根胡萝卜 将胡萝卜跟土豆都擦成丝 将丝擦好之后,咱们起锅烧水,放入土豆丝,下锅焯水 这土豆丝咱们焯好之后,用清水将它投凉,控干水分 控好水之后,再用刀切成沫 全部切好之后,放入盆中,咱们再加入一勺土豆淀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全部搅拌均匀之后,在团成视频中这样的小饼就可以了 锅中烧水,水开,放入蒸锅 看这小饼口口腾腾的,有没有食欲,想不想吃 下边咱们再调一个秘制的料汁 先切点小米椒,再切点葱花 准备几颗大蒜,先将它拍晕,再用刀剁成蒜沫 配料都准备好之后,将它全部放入碗中 加入一勺辣椒面 再放入一勺白芝麻 加入灵魂热油 撕啦一下子,放入半勺的生抽 半勺的米醋,再放入一勺盐 一勺的鸡精,最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咱们的料汁就调好了 吃的时候,咱们蘸上料汁 这小味还是相当哇塞 这土豆啊,您在家要像我这么做 真的可好吃了 随后啊,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,没准还真有点用 感谢大家